五星级粽子大赏 骂张 骂张 今天两边呢 哈吉时和詹姆士 会带来完全截然不同的粽子 是不是 是的 完全不一样 我们今天希望呢 粽子怎么包 可能各家有各家的习惯 但今天我们一定不能否认的 粽子里面最吸引人的是什么 肉 肉 一定要肉 对 一定要肉 肥肉 对不对 这肥肉不够肥还不行 一定要肥到可以花掉 阿吉时这里会教大家怎么样吃 怎么样做一个放到嘴巴里面 香味四溢 油脂芳香的肥肉 阿吉时 阿吉时好 今天叫我们做的粽子 有没有名字 有 那么其实今天的粽子 非常的养生 是 它叫宝谷 传统花宝粽 宝谷 是什么 就是通常我们大概会提到 骨质疏松的问题 是 盖子原湿的问题 是 那我们今天这个粽子呢 嘴巴讲的虽然是传统的八宝粽 但它也不是完全是八宝料 可是所有的料当中 集结过来当中 衍生出来的骨骨元素呢 它的成分非常的高 而且今天整个这个米的部分 这边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一般传统呢 糯米 对 一般传统 粽子一定是糯米 那么咸的口味呢 一定是长糯 长糯米 甜的口味就用圆糯 甜糯米 那么其实圆糯的保骨元素 来得比长米要多一点 真的 所以我在这边 一对二分之一的比例 就是说 两百的长米当中 有一百的圆糯 混搭到这边来 那我今天用这种方式 呈现的时候呢 完全走中道 中道我喜欢 对 既保有了北部的风味 口感以外 又守住了南部的那个 那个柔滑的弹崖度 够绵软 够绵软 不会让你觉得说 吃了这个粽子了 肚子很撑 真的 中庸之道再重要不过 对 除了市民大道之外 我最喜欢中庸之道 是的 嬉皮笑容 好 那我现在呢 就把这一块的肉了 我一样切大块 那么这个肉当中 在炒油的同时了 八角进来 八角用炒油 油柜进来 四颗八角 一片肉柜 对 把肉给炒香 这是肉柜的树皮对不对 是 就我第一次看到呢 现在叫我们卤肉了 各位 对 对 学会去给你家爹娘看 好 一并的 一根葱切断 然后呢 四颗蒜头 对 撕裂状 好 那现在呢 香味上来以后呢 我再外加一点点的香油炒香 太好了 酱油炒香 太棒了 让它香味上来 然后呢 清水进来 放到 食材的一半的位置 对 对 那么现在稍微小滚一下 好 那我现在呢 我们为了要节省时间了 节省时间了 我把它拿来 用真的 真的 是 真的 真的 真的肉呢 比较清爽 那这边浇了卤肉 我们都要到隔壁去走走的 好的 好 去吃 待会儿见 好 好 你们好 走 你以为